約克區警隊水警部3月12日接到有人報案 表示有人在閃高湖釣冰魚時 連同汽車和帳幕跌到湖水中 南閃高警隊連同消防及緊急服務人員 前往事發現場進行拯救 最終成功救起7人 其中5人出現輕度的低溫症狀 1人出現嚴重低溫症狀後送院治理 緊急服務人員正在搜尋該輛汽車的位置 相信車已跌到湖底 約克區警隊提醒市民 不要靠近湖泊和溪淫 湖面的冰層因為天氣變暖已經變薄 釣冰魚的季節已經結束 呼籲民眾遠離湖泊 如果市民堅持要到湖面 建議他們遵守多項的安全指引 包括及早了解冰層的狀況 和了解天氣變化 會迅速改變湖泊和溪淫的狀況 穿適當的衣服和漂浮的衣服 永遠都不要獨自冒險去到湖面上 亦要確保手提電話充滿電 通知其他人要前往的地點 和誰一起去和何時回家 幾日